第七呢 叫破戒 已进入共胜之门 你却毁坏了菩提心的发心或者律仪 所谓的共胜就是大家 共同必须遵守的戒条 比如说不管你是修小圣大圣 你通通不可以杀圣 修小圣大圣金刚圣 你通通不可以偷盗 对不对 通通不可以伤害众生 你既然已经守了 你又破戒 你糟糕了 所以必定堕入恶去 自己明明有很殊胜的 这个稀求心来请戒律来受戒 那是多么殊胜 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却要去违犯戒律 而且不求忏悔 必夺恶道 这恶道是什么呢 这我们讲的巴热地狱 巴寒地狱 还有孤独地狱 禁边地狱 对不对 这十八地狱的什么 大叫唤地狱 就是巴热地狱的大叫唤地狱 我想受苦太过于赤胜 所以发出极大的爱好 那是破戒的人去的地方 那所以他如果破戒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 好好地学佛修行了 有人同修守五戒 就想我有一戒老是守不好 算了 统统不要守 那就是你无名的愚痴 一戒守不好 其他四戒把它守好 有四戒的功德 五戒 有四戒守不好 只有一戒 那也很可贵 把它严守到底 千万就不要轻忽它 我们守戒要有这样的精神 要有这样的情操 守一戒就是一戒 就是说 你如果守了戒律 但是呢 你跟一般人相处 会产生优越感 我跟你们不同 人家我是菩萨戒的 我有什么戒 我们将来出家的同修 后来我是政部了 我就修出去戒论了 你们加油啊 你们好好修 这种人 不如哪一种人 不如他有破戒 但是心上真诚忏悔的人 一个出家众 他觉得他守戒有优越感 了不起 他比不过一个只有守五戒的居士 但是他有破戒 他心里很惭愧 很忏悔 比不过这样的人 所以你守戒 如果有优越感 觉得自觉了不起 有什么光环 那就是很大的过患 所以我不是也讲一句好话吗 这个素食的人啊 如果生疏优越感 就会伤己伤人 怎么讲伤己呢 就是你自己这个戒德 还有你的修德都不好了 伤人呢 你当然会伤害别人啊 让别人自尊心受损啊 受到挫折啊 或者对这种 吃素手戒的人 有错误的印象啊 会认为守戒的人都很骄狂啊 对不对 所以这守戒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不是说有守戒 有什么了不起 有需要常常拿出来讲 让人家来敬重 守戒不是让人家来敬重 守戒就是你把戒守好 修自己的戒德 只恶防飞 如果你在守戒 从头到尾都不违犯 都没有去犯错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佛教的正法宝床的树立者 我们这个彰显佛 这个彰显佛德 就有那个法床 对不对 你如果把戒守好 就是树立法床的人 那也是 这个摧毁 魔教 外道之床的 制服者 调服者 就是说 这个外道有它的 旗帜啊 外道也会好像 大张旗鼓 彰显自己的势力啊 但是你如果把佛的戒律 守好 你等于就是摧毁 他旗帜的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